之前有个小伙伴的留言 引起了兜兜的注意 隔壁前两天 奥特曼都和孙悟空比了 那假面骑士和孙悟空能不能比啊 能比的话 谁更强啊 首先能比嘛 肯定能啊 为什么能呢 那奥特曼都能比 咱招和黑户一脚 一个奥特曼的咋不能比 那么问题来了 假面骑士和孙悟空 谁更强呢 哇靠 那肯定是孙悟空强啊 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有科比性吗 肯定没有啊 这时候可能一小伙伴不乐意了 那总共270多位假面骑士 就没有一个能和孙悟空搏一搏的吗 不好意思 还真没有 这时候又有人要说了 那招和骑士动不动就一拳几百吨的力量 不仅能变得和奥特曼一样大 而且还有各种外挂 这拿捏孙悟空不跟玩一样 为啥就不能比了呀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说明还是不够了解咱们的孙大圣呀 那么本期 兜兜就给老上一妹们盘一盘 孙悟空为什么比假面骑士厉害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孙悟空和假面骑士都有哪些技能啊 众所周知 假面骑士以骑士T为主要技能 不管你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 善良的还是恶毒的 那都会用脚释放必杀技的 当然其山上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肯定是相当的牛X呀 要不然怎么能全都用这玩意当必杀技呢 就比如三弹的鹰 一魔神 修卡联祖 其必杀技一脚就拥有一千吨的力量 一千吨什么意思 分分钟摧毁一个小岛国呀 这技能要是落在咱孙大圣的身上 那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除了骑士T外 咱假面骑士还有很多其他技能 比如用枪放必杀技 用剑放必杀技等等 这都是非常厉害的 甚至有的比骑士T威力还大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孙悟空都有什么技能 如果提到孙悟空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肯定是七十二变呀 没错 那七十二变真正有什么作用 大家知道吗 这么跟你说吧 人孙悟空 上可踢云 下可入地 逆行换帽 射鬼招魂 风雨雷电 随时用 活水枪刀 不敢伤 手指处山石开裂 弃喝石石走杀飞 好家伙 这下了解了吧 大家不会真的以为七十二变 就只能变一些小东西骗骗人吧 不是吧 不是吧 而且在原著中 猪八戒也说过 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 便有七十二条性命 就问你 除了弹离斗那个挂逼 还有哪个骑士 能和咱孙大胜比 那有小伙伴就好说了 虽然孙悟空命多 但是假面骑士人多啊 这二百七十多个骑士 孙悟空怎么破 好家伙 那你一定不知道 孙悟空还有个技能叫身外身 身外身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孙悟空身上的 四万八千根毫毛 根根都能变化 而且是以一化石 以石化百的变化 这假面骑士能顶得住吗 有小伙伴说了 假面骑士也能变呀 三蛋和法爷不都能变吗 那变出来一起把化身打没 孙悟空没毛了 不就变不了了吗 这个想法倒也是没毛病 但是孙悟空的身外身指的 可不只是他身上的毛 人家那是没毛也能变 有人问了 那他为啥还要拔毛吹气呀 那人家乐意 你管人吃饭 管人睡觉 还管人拔自己的毛嘛 就离谱 除此之外 孙悟空还有三头六臂 火眼金睛 三味争火 定身法 隐身法 等等技能 这些技能力 随便拿出一个 那不是分分钟KO假面骑士吗 这时候又有人要说了 那打不过咱可以跑呀 假面骑士可各个都是摩托车高手 这说的倒确实对 但是你怕不是忘了 孙悟空的金斗云了吧 大家要知道 孙悟空一个跟头 就是十万八千里 什么意思呢 你这边摩托车还在昏油门呢 人孙悟空已经翻几个跟头 绕地球一圈回来了 你这怎么比呢 这比一会儿不得赶紧撤呀 那变身的能量消耗 可不是开玩笑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孙悟空和假面骑士的身高对比 众所周知 假面骑士平均身高在两米左右 那么孙悟空多高 小伙伴们知道吗 有小伙伴要说了 那电视剧里不都说了吗 今天都都告诉你 电视剧里是不对的 其实据原著记载 在身高方面 假面骑士确实要强于孙悟空 而且像假面骑士J和地骑 那都是可以变得和奥特曼一样大的 这就是小伙伴又要说了 逗逗逗逗 孙悟空也能变大呀 没毛病 孙悟空变大来源是什么 法天向地 这个技能的解释是 身体可以上敌三十三天 下至十八层地狱 要知道这个技能 后来都被西天立为禁术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如来佛祖都害怕了呀 而且不仅如此 孙悟空的武器如一金箍棒 那也是可以变大的 可以变得多大的 能捅破天 这假面骑士有的比吗 没的比呀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两位骑士的格斗对比 大家都知道 孙悟空的战力 那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尚可以大闹天空 潇洒离去 下可以保护唐僧 立即磨难 最后被封为斗战圣佛 而假面骑士呢 都都认为 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 招和最强骑士RX 一剑捅翻最终boss 和平成最强骑士石王 一拳将21神主形态的 王小明打的解除变身吧 不过这可远远 不能和孙大声媲美 所以综上所述 孙悟空的战力 是要远远超过 假面骑士的 但是不论是 假面骑士还是孙悟空 那都是 保护宇宙和平的战士 所以必然是不会 自相残杀的 那么以上就是 多多今天要讲的内容 纯属娱乐 关注多多 带你了解更多 假面骑士小知识